第32集 慕卓华轻轻叹了口气 我只是想简简单单考过功名而已 没想卷进这么多师分 刘衍戏一削道 许是你不敬鬼神 所以运气不好 慕卓华又打了个喷嚏 哀声叹气 哀气 还有三天就是会试 我居然受了风寒 流言无语 脱下了披风给慕卓华穿上 将他裹得严严实实的 慕卓华用浓浓的鼻音说了句 多谢王爷 王爷 我若是因为这事耽误了会试 可怎么办呢 我这算是工商吧 王爷 您好说是主考官 我也是你的人 因为你的事遭了殃 给我开个后门 安排个名次 不过分吧 我也不要三甲 十来明就行 流言干巴巴地说 不行 慕卓华哭向着领 看个人家大皇子是怎么对自己人的 流言侧目 看慕卓华皱巴巴的小脸 见他性眼含泪 鼻头微红 满脸的委屈和哀怨 不知怎的 自己心头的郁节 仿佛也散去许多 唇角不自觉地翘起 还是说了一句 不行 慕卓华偷眼瞧流眼 见他眉宇间的阴郁之色 已然减轻了不少 心里也跟着松了口气 被自己视为手足的兄长谋害 那滋味 想必不好受 不过这一事 慕卓华也觉得有些蹊跷 王爷 刚才追杀我们的那些 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 是暗卫吗 流言肯定地摇头 不可能 自重光帝起 暗卫便有一条铁令 不可对流姓皇族动手 即便是皇帝 也不能让他们违背这条铁令 再说 若是暗卫 手上必有游走针 游走针之下无活口 你我此时已经是死人了 慕卓华若有所思 所以 暗卫可以杀原副教 却不能杀你 流言文言 眼神暗了下来 不错 慕卓华突然觉得 这个权倾天下的定王 有点可怜 不 他有什么资格可怜别人呢 最多 疏同病相怜吧 只见直默的恨意 那么强烈 是因为他们的亲人 也被害死了吗 三年前 本王带三千清兵 被北梁皇子 叶绿井围困 三千精兵 无一圣还 流言嗓子发紧 眼前又浮现当年那一幕 一个个亲信 在自己眼前倒下 他们被围困 断绝生机 等待救援 活下来的 割破手腕 将血未进他口中 只见直默的父亲 和兄长 都在其中 慕卓华叹了口气 难怪只见眼里的血 都要滴出来了 如果 主谋是内温 您 有什么打算 慕卓华轻轻问道 如果定王要报仇 那他可得赶紧 划清界限 流言却沉默了许久 无法回答 慕卓卓明明嘴 其实 就算证实了 原副将 是暗卫所杀 也不能证明 兵败之事的主谋 就是内温 流言微微诧异 慕卓卓又解释道 原副将身上的伤 很可疑 如果此事是内温所为 那为什么 一开始的伤 和之后的伤不一样 囚禁原副将家人的 和杀原副将的 很有可能是两批人 真正胁迫原副将 背叛王爷的 应该是那些 拿鹰找勾的人 流言文言 眼睛一亮 慕卓卓偷偷观察 流言的神色 心中暗叹 王爷果然 还是不愿意接受 陛下是主谋的事实 给他点盼头也好 我有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王爷 先别急着下结论 先找出应找勾的来历 再说元凶不迟 慕卓卓说着 又补充了一句 嗯 当然 也有可能 降后是同一批人 暗卫也不一定 只用一种武器 然而流言 却忽略了后面的这句话 不 鹰找勾杀伤力不足 若是暗卫在 不可能把游走针放着不用 而让原副将逃脱了 慕卓华先说 王爷你高兴就好 而且 游走针也未必只有暗卫才有 流言说到一半 忽然近声 扭头看向来处 可眼中 响起了脚步声 那脚步声来得极快 流言抓住慕卓 运起轻功逃走 然而来人早已听到了动静 加快了脚步追来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